无奸不商,简简单单四个字,却是小到商贩大的万一上市公司,都逃脱不了的魔咒。 但只包不住火,事情总有半路一天,正如传练无奸到三部曲,是摸的那句话一样,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近日,万一市值帝国的苹果和营业额,占韩国百分之二十的三星,已合计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代价,偿还自己败下的错。 据新华社昨天10月25日消息,意大利监管部门24日决定,对苹果公司和三星公司分别出一千万欧元和七千九百二十万元人民币和五百万欧元三千九百六十万元人民币,罚款。 有媒体披露,这是意大利监管部门,可以给予的最高处罚。 理由是,苹果与三星在建议用户更新智能手机操作系统,手机运行速度是因为这类更新而变慢,而这两家企业并未告知用户。 意大利方面在发布的处罚中表示,苹果和三星诱导用户安装他们手机无法完全支持的系统更新软件。 两家企业没有告知消费者这一情况,没有向消费者提供版本降继方式。 系统更新一些时候导致手机出现严重问题,包括运行速度变慢,极大影响手机性能,迫使用户感用新机型手机。 以苹果公司为例,这家企业不断建议iPhone,六星手机用户更新系统。 新系统依据iPhone,七星手机设计,安装后可能导致iPhone,六星手机运行速度变慢。 苹果没有告知用户这一情况。 三星公司方面,这家企业建议Note四星手机用户安装一具Note,七星手机设计的新系统软件,就型号手机更新系统后出现卡路和电池续航时间缩短现象,对此处罚。 三星方面当天就发布要上诉,因为企业没有发布任何致使Note四星手机运行速度变慢的系统更新软件。 但苹果方面,一直默不作声,能有什么好说的? 年初的时候,苹果就因为教宿们闹得沸沸扬扬。 2018年年初,苹果遭遇全球范围内用户的多起投诉。 投诉苹果手机在频繁更新系统后,手机性能下降,速度变慢。 面对凶凶明远,苹果承认自己的软件更新,会降低900iPhone的速度,并公开道歉。 通过其官网发布,表示不会故意缩短任何产品的寿命。 同时提出了解决方案,将降价为保修期外的iPhone6以上机型更换电池。 事实上,通过频繁提醒用户更新系统,以降低手机的性能。 续航时间这个锅不该由苹果一家来备。 这种手段已经被默认为手机行业的潜规则,是惯用手段。 目的之一,就是逼迫用户换新机。 我们知道,最近一两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撑下滑趋势。 2017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首次出现下降。 跌幅为0.3%,IDC预计2018年还将持续推势。 全年出货量约为14.62亿台,同比下降0.2%, 中国手机市场下跌更为明显。 至公信部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为4.91亿部, 同比下降了32.5%。 2018年1到9月,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3.05。 一部,同比下降17.0%,导致全球手机市场,尤其是中国手机市场, 鉴定因素有三。 一,智能手机需求量逐渐鉴定。 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来说,2017年中国手机用户达到了14.2亿, 平均人手一步,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目前,需求量仍旧旺的地区,就剩非洲与东南亚地区。 国内的华为,OPPO,Vivo小米,联想,国外的三星,苹果, 已经在这些地区展开了激烈竞赛。 二,质量,性能越来越好。 以股产品牌华为,OPPO,Vivo小米来说, 短短几年内质量已经得到了飞子跃升, 虽然智能手机不能像当年的诺基亚一样经得起衰, 但只要保护得好,用个二到三年基本没什么问题。 三,技术更新别的法力。 刺激用户的换机因素,没有那么强烈。 以苹果新品iPhone X2S来说,性能是优化了不少。 但用户体验剩余iPhone 7、iPhone 8并没有太大差别, 用户能感受到的估计也只有电池续航能力强了。 此外,新品的价格越来越高,性价比越来越低。 多数用户若不是非换不可,一般不会想着换手机。 手机换手就机长,频率低。 最受不了的当然是手机厂商, 是想要是大家都买了件衣服,都要穿上三四年不换不添加, 那服装厂商不得和西北风去呀。 所以手机厂商们招奖,除了花大力气研究新技术外, 还得令皮细镜,逼迫用户换新机, 比如系统更新。 系统更新推荐的理由一般都是修复漏洞, 增加新功能,升级体验。 但另一方面,安装包更大,会占用内存, 也有可能会出现新的,尤其是会增加耗电量。 这一点并不会提示,比如说苹果最新的iOS12.0.1, 身边更新的的朋友都说,升级后手机反应确实快了一些, 但号电量明显增加了。 最苦难的是,苹果系统升级后,无法返回之前的版本。 所以,本号以为,无论苹果还是安卓, 除非手机有太多Bug需要修补, 不然还是少更新微妙,避免调入手机厂商们的潜规则。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哦。